第一个字,笑。 靠双腿走路,靠双手做事,一生善良,必有后福,上天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善良的人。 第三个字,但能把一切看淡的人才能真正地回归自我,看淡得失,才不会被功利所迷,看淡成败,才不会被输赢所困,看淡感情,才不会被爱情所伤。 第四个字,忍,忍是一种智慧,对于一些不值得的人合适,与其争辩让自己烦躁,不如冷静下来,不去理睬,远离是非。 与其争吵,不如忍耐,敌力前行,做最坚强的自己。 第五个字,忍,人与人之间只要相处,就会有摩擦,摩擦是对人性的考验,也是对心胸的测试。 忍是一种态度,宽容他人,改变自己,才能不断地突破自己。 第六个字,放。 放下是一种人生智慧,只有放下,才能得到解脱,唯有放下,才能轻松自在。 执着只会让你深陷痛苦的漩涡,所有的烦恼,借在一念之间,选择放下,才能让心解脱出来,才能活得轻松愉快。 第七个字,诚。 真诚是最基本的待人之道,只有真诚待人,才能获得别人的真心以对,正所谓真心换真心,你真我也真。 真诚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心灵沟通的桥梁,只有付出真诚,才能得到尊重和信任。 第八个字,动。 所谓活动活动,要小活必须动,因为人在运动时释放多巴胺,可以让人心情愉悦,坚持运动能够让人的身心更加健康,运动可以让人释放压力,缓解情绪,从而感受到快乐。 第九个字,雪。 雪海无牙,雪无止境,一朵不牙身。 人只有不断地学习,才能获取更多的知识,只有持续地进修,才能开阔自己的眼睛。 更重要的是,它可以投影情操,可以尊论心灵,还可以让心情愉悦。 您认同吗? 您好了吗? 没有